香港知名英文报章《南华早报》 日前在大陆遭遇滑铁炉 自3月7日起 南早的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相继被封 英文及中文网站也同样遭到大陆屏蔽 曾担任中国《青年报》记者 《中青报》《冰点》创刊编辑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 3月10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相信南早被封与近日两会召开有关 那大概就是两会期间的特别措施 控制信息的特别措施 他认为他是对政府有批准的报道 他尽量地封锁消息 两会期间控制言论是历来如此 他底下这个官员的控制这个 控制纳人那很正常的事情 也有民众推测 南早或因此前刊登了一篇 前总编辑王向伟的《文革50周年》 领导层以重温邓氏防佐智慧的文章 令当局不喜 南华早报于2013年设立中文网站 2015年12月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 以20.6亿元港币收购南华早报 由于阿里巴巴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 一度令外界担心南早会被染红 关注事件的北京公民向利 3月10日对本台表示 发生这样的事并不奇怪 此前也曾有媒体的微博账号被封 我们都觉得太正常了 就是对于国内来说 因为国内经常是 粘贴 封号 销号 媒体的号也被销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杨帆的采访报道